這一次中國行呢 我自己個人的心得是 我覺得中國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他們人民真的沒有像大家說的 跟新聞上面說的一樣 那麼的沒有素質 上海的東西好吃 城市很發達 人蠻熱心的 我很喜歡他們那種 都市跟鄉村一線之隔那種衝突感 地面也很寬敞 喔還有一個 這個是我覺得台灣可以效仿的 就是他們就同一條路段 可能就一公里而已 就會放超多垃圾桶 但是我這三天旅遊下來 遇到最煩的事情就是 我每當坐車走在路上遇到人 他們通常開口第一句就會問我 欸你哪裡來的 我一旦只要回 喔我台灣來的 或是我台北來的 他們通常記得第一句話就是 哎呀咱們中國人嘛 也是我們中國的 都是一家人 每一次遇到沒有一次是miss掉的 這個久而久之對我來說 我真的就是蠻煩躁的 我怎麼說啊 每次面對這種政治的問題 我就覺得很累 如果別開政治的話 我真的覺得中國是一個 非常漂亮 有能力 一線城市也很發達的國家 百萬youtuber國際美人中明軒 昨28日跟新藝人到中國旅遊的影片 總結心得時他大讚 真的很喜歡中國這個地方 他們人民沒有大家說的沒素質 不過他也坦言 每當在當地遇上一件事 都會讓他倍感煩躁 我跟你說我這一次很幸運 因為我剛才搭高鐵的時候 我看了一下 這幾天的天氣會長怎樣 給大家看 鐵竹今天 接下來一整排都會下雨 所以今天是我最後能認真玩的時候 我只能說Lucky Day 這一次呢 安排的行程就是 第一天第二天玩北京 後三天 後四天 玩上海 然後第五天回台灣 總共是一個 五天四夜的行程 今天好好玩上海之後呢 明天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思慮 就算明天下雨沒關係 我會一個人撐著傘 還是去外面稍微走走看看 後天呢再回台灣 其實我現在已經有點想回家的感覺了 哎 好不要不說說趕快帶大家出門 好了我現在走出來了 那因為我本人呢是第一次來上海 我對上海不熟 所以我就問 ChartGPT 請大家推進我行程 然後就在這幾個行程裡面挑幾個我想去的 首先先帶自己去 好可憐帶自己去 首先我先帶自己去 南京路步行街 他說這一條街呢 是歷史悠久的商業街道 可以在這裡面品嘗到地的上海小吃 或午餐 就是我正前方 這一條街 然後這個百貨公司啊 我有上網看過 聽說它裡面的手扶梯呢 是旋轉式的 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去逛一下 我只能說 這不是禮拜一嗎 怎麼 大家不用去上班啊 那麼多人 我覺得北京的物價跟台北有點像 然後上海的物價 稍微再比台北高一點點 這是我目前體驗下來的感覺 好嘞 請往下一個行程 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對中國旅遊興趣 我這一次真的是學經驗 那他們大部分都是用支付寶跟微信Pay 然後很多的轎車軟體呢 都是以微信Pay為優先 然後我剛剛又是用他們的那個 微信裡面的那個軟件轎車 結果就發現 要付款的時候 我的微信Pay沒有辦法付 因為台灣人呢 是需要在微信裡面進行一個用戶認證 就算你輸入完所有身份證件的資料 然後你照片也都上傳了 他們政府就是規定要等 差不多三天的時間 他們要內部審核 過了你才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然後我剛剛就在想 欸 那如果有人他的支付寶 可能突然不能用 然後他身上只有紙鈔 可是現在很多地方也都不收紙鈔了 那他不就原地監苦嗎 好在我有最後這個支付寶的選項 我就用支付寶的方式把它付掉 我只能說我這次公科真的是做的不夠 好的 來到了這個人民公園 然後剛剛看到旁邊有一個人民廣場 限寫屋 我跟你講說 欸 是不是鬼屋給進去玩 但我發現我誤會他是 我還是捐寫的 我真的覺得 我好像鄉巴佬 我來到這個地方真的是鄉巴佬 明明是寫的是中文 可是這個很多東西都是 New EXPERIENCE 大家看一下 我背後 高樓林立 我不得不說上海真的看起來很發達 然後很澎湃 很氣派 這個等一下天色暗下來晚上看 應該會更漂亮 嗨 大家好 我喜歡照了 我現在本人的腿是呈現一個鐵腿的狀態 現在連走路呢 腿都會痛 這三天呢 我真的是走訪了很多地方 這一次中國行呢 我自己個人的心得是 我覺得中國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他們人民真的沒有像大家說的 跟新聞上面說的一樣 那麼的沒有素質 欸 我只講我親眼看到的 就在路上看到很多 有些阿公好嗎 他們要推東西 需要幫忙 旁邊的人呢 看到的 也還是會幫 就跟在台灣一樣 然後像我有問題 我要問路 這邊的人民呢 也蠻會幫忙你的 然後再來很多人說 中國人好像很沒有素質 我必須得說 除非你用台灣人的視角去看 此話就是 我跟你講 我這幾天呢 看到很多人 不管是年輕的 老的 不分男女 走在路上 甚至在都市喔 他們隨地要吐痰就吐痰 甚至旁邊有警教 有警察 他們照吐 我看到吐痰的人超多 然後也有很多講話很大聲的 如果呢 我是以台灣人的視角 去看待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覺得很沒有素質 這成何體統啊 但是我仔細看我發現 當他們這些人在吐痰的時候 這些人在講話大聲的時候 我有觀察旁邊人的反應 旁邊人是 完全沒有在鳥這些吐痰的人 或是講話很大聲的人 完全沒有在看 這就好像是他們的日常 就好像我以前在紐約 有人在地上那邊打滾啊 然後在那邊互打啊 一堆人 我沒有跟大家開玩笑 就是直接走過去 看都不看 你就會覺得 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在這個地方 他們並不覺得這件事情是件事 就是同樣的行為在台灣 一定會被踏罰 或是會被人家說三道四 但這個地方 如果他們沒有不喜歡這件事情 或是我沒有看到有人吃反對的意見 那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就入境隨俗 只要沒有影響到我 我就吐在我身上 我就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上海的東西好吃 城市很發達啊 人蠻熱心的 我很喜歡他們那種 都市跟鄉村一線之隔那種衝突感 地面也很寬敞 喔還有一個 這個是我覺得台灣可以效仿的 就是 他們就同一條路段 可能就一公里而已 就會放超多垃圾桶 我走沒有幾步路 我就看得到垃圾桶 我隨時都可以丟垃圾 我不用跑到全家丟 save and丟 跑到公共廁所丟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蠻方便的 ok 前面講的是我看到的優點 那後面呢來跟大家分享 身為一個台灣人民啦 我心中真實的看法 我以上講的呢 都還蠻美好的 看起來挺不錯 但是我這三天旅遊下來 遇到最煩的事情就是 我每當坐車 走在路上 遇到人 還有昨天我差不多 七八點回我的酒店 然後那客房阿姨呢 她就說 啊 不好意思 你的房間我還沒掃 我現在馬上去幫你掃 我就晚上七八點的還沒掃 然後我就在房間裡面用自己的東西 那個阿姨就打掃他自己的 這些人呢 他們通常開口第一句就會問我 欸 你哪裡來的 我一旦只要回 喔 我台灣來的 或是我台北來的 他們通常記得第一句話就是 哎呀 咱們中國人嘛 也是我們中國的 都是一家人 我跟你說 我不是不能聊政治 我也不是對政治冷感 只是我每當遇到一個人 他問我哪裡來的 我說我台灣來的 他就要跟我聊政治 要跟我說兩岸一家親 哇 我們都是中國人 都是一家人 每一次遇到 沒有一次是miss掉的 這個久而久之對我來說 我真的就是蠻煩躁的 確實是有點破壞我的旅行體驗 但以我的個性 在台灣我一定把他上 跟他佔理論 跟他佔的邏輯 但是我現在很清楚的知道 我人現在在他們的地盤 而且我又是 alone 一個人 我也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大部分的中國人 他們的想法是長怎樣 我就不會特別的 在這個地方 去跟他們持反對的意見 這個概念就是 我其實是台灣人 我已知中國大部分的人 他們的名義聲音是這樣子 我就不會跑到人家的地方 跑到人家的地盤 就說 我們是獨立的 我們是獨立的國家 請離開 我就不會跑到人家的地盤 去撒野 跟他們持相反的意見 換言之 如果這些中國人到台灣去旅遊 他們已知台灣大部分人的名義 是長這樣 而你又要 去那邊大喊兩岸一家信 家門都是中國人 家門都是一家人 這個就叫做白目 沒有禮貌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這件事情 我也就不會跟他們多說什麼 我知道現在呢 還是人 但是如果他未來問我 我是哪裡來的 我依然會說我是台灣來的 他如果要跟我聊政治呢 我就會倒頭直接裝睡 或者轉移話題 要不然我真的一整天下來 會被問到四五次 那真的很煩耶 我還是把話跟大家講清楚 如果你現在在看影片的呢 是中國人 我也相信這部影片 可能會有很多中國人 好奇點進來看 我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在日經事的看法 從頭到尾 我都認同 我是身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我每次聽到這些中國人說 啊 咱們都是一家人 兩岸一家親 包括昨天那個導遊 他私底下在跟我聊天 他說 你身上留有中國人的血 喝中國人的水 吃中國人的米 賺中國人的錢 難道你就不是中國人嗎 我後面是真的有一點點忍不住 我就跟他說 所以導遊 照你這個邏輯 人類最早是起源於非洲 那是不是所有人 都應該叫做 非洲人 地球上也只要有一個國家就好 就叫做非洲大帝國 是這樣嗎 就是 我已經快25歲了 我到現在還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台灣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否認自己是身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但是就算我是身為中華民族 講得相同的語言 有相似的文化 我們也不一定要黏在一起 而且講真的 我今天如果來坐捷運 旁邊有台灣人 我也不會說 啊你台灣人 啊 我咱們是一家人 你對我來說就是 同國人 你不會是我的 家人 那我的家人就是 真的是我的家人 講白話一點 你對我來說就是個外人 後來我就發現 有一種可能 就是 對於中國人來說 對台灣人說 咱們是一家人 咱們都是中國人 咱們都是 炎黃子孫 都是 中華血脈 說出這一句話 是一個表達善意的方式 但對於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 其實這個世界 都一直在跟 中國表示 我即使跟你流著 同樣的血 有同樣的 文化脈絡 文化背景 同樣的語言 有一樣喜歡的料理 但我們心中 都有自己的認同 我只能說啊 每次面對這種 政治的問題 我就覺得 很累 如果撇開政治的話 我真的覺得 中國是一個 非常漂亮 有能力 一線城市 也很發達的國家 就彼此呢 如果有一天 可以放下承見 放下那一份執著 我們看待彼此的方式 絕對會不一樣 對於我來說 我是自己 一個人來這個地方 看到了 體驗到了 我心中之前 對於中國的 刻板印象 才慢慢的消除 所以我只想要 跟大家表示 如果有一天 彼此呢 放下 政治上的因素 中國人去台灣旅遊 台灣人到中國旅遊 純粹 用你的心去感受 用你的肉眼 用你的視角 去發現那些 你所發現的 不論結果是好是壞 我相信你的結論 跟你的心得 都會跟你去之前 的想法 有所不同 我現在就呈現一個 這樣子的狀態 你自己的意思 會不會 做好 我來看看 你有沒有 想要 你有沒有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